今天真的好冷喔 而且各地也陆续在下雪了 对吗 没错没错 下雪了下雪了 真的好兴奋喔 白白老师先交给鼠里了 好了 加入各位观众朋友 下雪了下雪了 好多地方下雪了 那么现在我们所看到的 这个影像啊 是来自于气象鼠所传来 玉山北风气象站下雪了 事实上啊 昨天听说昨夜深夜的时候啊 就已经开始下雪了 目前呢 在气象站这边啊 累积的这个降雪 差不多一到两公分左右 温度呢是零下四度 负四度喔 风也超大 有五级的正风 所以啊 你可以看到啊 的玉山啊 也都下雪 事实上不止玉山啊 现在呢 事实上包括了阳明山 阳明山啊 安部 哇 在今天呢 差不多啊 清晨四点二十五分的时候 雨甲雪 现在呢 安部这边啊 这差不多呢 积雪也有一公分左右 那么呢 七星山当然也下雪了 目前累积的雪量啊 也差不多有一到两公分 事实上现在包括了太平山啊 拉拉山这边啊 还有包括阳明山都已经下雪了 那何欢山呢 目前啊 新闻所传来 新闻部所传来的最新消息是呢 何欢山也下冰线咯 所以呢 应该啊 下雪都是可以期待的 只不过了 我们还是特别提醒 大家要追雪的同时 这路面都是结冰的啊 而且雪地也是很滑的啊 所以呢 大家这个路况的安全 雪链啊 还有呢 保暖啊 真的都要多加注意了 好啦 那么天气上来说 我们就赶紧来看看咯 到底现在 呃呦 有多冷 真的冷得超夸张的 来吧 今天几月几号 今天是一月二十三号 礼拜二咯 一开始当然就要从目前温度 还有包括体感的温度 来告诉大家 大家呢 自己赶快来看一看 你所住的地方 到底现在几度呢 今天清晨的最低温啊 来自动测站 来到苗栗的大河 哇 大河啊 不止五度啊 已经啊 目前啊 最低温是来到了 四点七度的低温 那么呢 人工测站的部分呢 则是啊 在新屋 桃园的新屋啊 今天最低温是六点三度 那么整个呢 你看看 全台湾都是呢 变成冻寒极了 冰冻的寒极 你看看 好了 北部现在呢 从基隆台北 现在的温度 基隆八度 让体感只有五度 台北现在呢 是七度 七度的低温 好冷哦 然后呢 体感温度只有六度 整个桃园新竹苗栗呢 也都是只有六到七度 但是呢 因为桃园新竹苗栗风很大 所以呢 你可以看到体感的温度啊 都只有呢 四到三度而已啊 那么呢 中部地区冷不冷 夜是好冷 中部从台中一直到嘉义 现在的温度啊 都在八度 那么体感温度的部分 云林最低 只有五度 其他差不多六到七度啊 南台湾昨天都没有感受到 什么寒流在哪里啊 可是今天起床冷不冷 南部的乡亲你自己说 有夠冷的对不对 台南十度高雄到十一度啊 体感的温度呢 也是只有六度到八度而已 有冷不 当然也是冷啊 然后屏东另外一个世界了 因为侧站在恒春啊 十七度 好啦 东部地区的宜兰 同样也是只有八度而已 花莲跟台东好些 因为呢 目前的温度十三到十五度 南头一样好冻啊 只有八度 但是最冷在哪里 最夸张的是在马祖 马祖呢 是三度 可是呢 它的体感温度 因为风大再加上 纬度也比较高 所以你看看 是负四度哦 刚刚还负五度 现在负四度 这感觉就是一出去 就变冰棒的感觉 那么金门是六度 体感温度一度 澎湖就好些了 十一度的 这样的一个温度 这么冻这么冷 当然气象鼠发布了低温特报 而且呢 包括了国家栽访中心 也都提出了低温市井 我们来看看 就今天来说的话呢 在整个彰化以北到宜兰 甚至马祖的金门啊 都是呢 橘色的灯号 表示都是在六度 或六度以下的低温 黄色的灯号呢 表示呢 都在十度或十度以下 的确今天呢 清晨的时候 大部分地区 几乎都是在十度 十度以下的低温 所以呢 我们要特别提醒了 就是呢 今天呢 这个冻寒 是一整天的冻寒 那么呢 在低温的部分呢 整个北部地区 差不多呢 就是一直低温 尤其在早上跟夜里 会处在六到八度 那么呢 在宜兰也是八度左右 中部差不多八到十度 南部的话呢 其实啊 也很寒冷 因为呢 有十二到十四度 东部地区 则是十到十二度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包括农鱼养殖业 另外呢 再次提醒就是呢 心血管疾病年长者 还有小朋友 真的要加强的照护了 我们进一步再来看看了 除了低温之外 又加上华南云雨区 所以是又湿又冻又寒 没错 这一波寒流属于湿冷的寒流 所以你可以看到 清晨下到现在 整个嘉义以北到东部的 宜兰花莲 都有点落后 现在的雨量比较多的地方 是在呢 新北的瑞芳 三十四毫米 平溪这边也有三十三毫米 那么气象署已经发布了 豪雨特报 我们要特别提醒 包括了基隆北海岸 还有大台北的山区的部分来说 今天甚至局部是会有豪雨的 那么其他地方像是呢 新北还有宜兰的话 今天当然局部也都会有大雨 除了这些地方之外呢 我们从雷达回波图 也要告诉大家 不是只有北部下雨 因为呢 这一波啊 是华南的云雨区东移 所以呢 包括台南本身 台南以北 到整个呢 东半部都会有呢 下雨的机会 当然咯 山区的雨啊 还是比较明显的 以南部地区来说 嘉义以南的部分 今天则是间歇性的降雨 也就是说呢 今天全台各地的民众 出去的时候不仅啊 要穿得暖暖的 你要把棉被穿出门 我也不反对啊 但是呢 这个雨具还是要带 尤其在这么严寒的情况之下 如果哦 这个淋雨了 湿了 那甚至啊 很有可能会有湿温的现象 所以呢 提醒大家啊 这个防雨啊 也同样都要做好准备的 那么呢 从雨去卫星云图 我们就要来告诉你 整体的天气变化 当然咯 入冬以来啊 最强的寒流 已经开始在影响了 那么呢 在今天来说 不只是呢 整个冷空气的影响 再加上华南云雨区的影响 所以呢 这一波来说的话呢 可以说是 又湿又冬又寒 整个冷空气啊 今天整个包覆了全台湾 所以呢 在雨区预报的部分呢 我们要提醒您 尤其在今天白天这一段时间啊 水气是最为丰沛的 那么因此呢 在整个台南以北东半部 还有各地的山区 今天都会有雨 迎风面 当然局部会有大雨 甚至好雨出现的机会 那么呢 至于到了晚上的时候 中南部的下雨 就要开始逐渐趋缓咯 剩下北部跟东半部 所以呢 因为温度够低 再加上水气够 所以当然今天呢 北台湾 一千公尺以上的高山 都有下雪的机会 甚至呢 这雪线啊 连阳明山的安部都下雪 那么安部呢 因为飙高是八百三十七公尺 所以甚至呢 就连雪线 恐怕已经降到八百公尺左右 所以呢 在北台湾啊 只要呢 在一千上下 一千公尺上下的高山 今天当然都有下雪机会的 至于呢 在中南部来看的话 则是要到两千五 到三千公尺以上的高山 到了晚上的时候 整个下雪的条件 就会逐渐的下滑了 因为呢 水气就逐渐的趋缓了 那么地面天气图当中呢 我们要提醒您 这么强大的一个冷空气下来 所以气象鼠发布了路上强风特报 在沿海风甚至是九到十一级的 所以风寒效应的情况之下 沿海空旷地区温度呢 甚至呢 会更低的 在低于五度或五度以下 这一点也提醒 明示的话就不要到海边 那么另外呢 这一波啊 寒流寒潮大爆发 所以呢 冷的时间点 光是台北市呢 在十度或十度以下的低温 将会长达四十个小时 所以我们要特别提醒 这一波寒流的影响 其实是长时间的影响 以高温的部分 我们也提醒您咯 除了呢 低温下滩六到五度之外呢 今天高温的部分 北部地区呢 不会超过十一度 那么中部地区 不会超过十四度 南部地区 不会超过十八度 东部地区 也不会超过十六度 因此呢 无论如何再次提醒 今天一定要做好 保暖的工作 时间交给家如了